我说我们现在在乱世 有战争 有瘟疫 有经济的不确定性 战争只有俄乌战争吗 我们只知道俄乌战争 为什么 那是因为媒体只让我们知道俄乌战争 这一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前 乌克兰从2014年在乌克兰的东部 已经有战争吗 这个战争持续到现在八年 但是没有人在说 我们是群众 我们不被告知 俄乌战争到现在 你看看 俄罗斯他没有大规模的去破坏乌克兰 没有断电 他要断他电很容易 他把那发电厂炸了就好了 把火车炸了 把交通要到高速公路炸了 把机场炸了 这个国家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你看到各国的政要 络绎于途跑到乌克兰去 OK啊 乌克兰现在还在享用俄罗斯提供的天然气 管线还没关呢 所以这是一种战争的状况 你就知道俄罗斯这个打法非常的佛系 另外一个真的战争是什么 以色列一直在打炸 今天一个最荒谬的事情是半岛电视台 我们都知道 那也是个阿拉伯世界 他们主导的一个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的一个记者 他在约旦河西岸报道 以色列 他的军事行动 他就当场被枪击 暴头 他穿着标识是记者的 但以色列军队不管 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记者深受重伤 这位记者是谁呢 他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 谢林阿布阿克莱 巴勒斯坦非常非常的惋惜 震惊 但是有什么用 以色列又表示道歉吗 以色列有手软吗 这个阿克莱 他正在报道的是什么 是捷宁市以色列军队的搜捕行动 结果他正在报道 以色列军队当然知道 这几个人是记者 当然知道 他们是巴勒斯坦记者 当场在镜头前面 暴头 这个世界有去谴责以色列吗 怎么敢 这样子的一个恶 没有人 没有人去谴责 你想想看 如果俄罗斯暴头 直接打爆乌克兰的一个记者 打爆英国的记者 打爆谁的记者 那会怎么样 真正犯下反人类罪 战争罪的以色列 无人敢指责 没有人愿意为巴勒斯坦人说话 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 因为犹太控制了世界强权的美国 你看 泽伦斯基 乌克兰的总统 他都是犹太人 那你告诉我 这个国际媒体 有什么事你可以想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